大家好,行政長官選舉會在下年3月舉行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目前唯一一位 已經宣佈了會參選的退休法官胡國興先生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胡官你好 你好 不如先說一下為何你會參選特首 因為最近這一年來我覺得香港的社會很撕裂 我當了法官很多年了 退休了,當時還是暫委法官 就覺得社會太過撕裂 人對人之間好像什麼信任都沒有 大家什麼都談不出 在立法會裏面很多事情都做不到出來 我覺得都是要為香港人服務 因為實在是很心痛 就希望自己出來選特首 就會將有撕裂和解他 就等到香港人回復以前的和諧 那你說撕裂是最主要的原因 令你出來參選特首 你期望自己可以為香港帶來什麼很實際的轉變 我覺得可以拉近各方面有矛盾的人士 希望最少他是和而不同 希望在什麼方面都可以達到共識 例如他們最基本上根本的撕裂和矛盾 就是在政改方面 當時是做不到的政改 通過不到 我首要的任務就是重啟政改 就是希望拉近有矛盾的人士 希望可以幫到香港達到政改的目的 以市民對你的認識就是你出身於法律世界 亦都沒有任何的重症經驗 你怎樣有信心去說服香港人支持你做特首呢 實際上就是我愛香港的心 就一直都在這裏 我在香港70年 一直都是香港人 對香港有一個不可分割的愛心 我完全明白香港人的民情 它的核心價值 香港人喜歡什麼怕什麼不喜歡什麼 香港人熱愛自由等等 我完全是有信心在那樣東西為香港人服務的 實際上如果做一個特首 是要做香港人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的一個有效的橋樑 向中央政府解釋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著重的東西 恐怕的東西 害怕的東西 亦對香港人解釋一國兩制 那個一國的重要性 在中央政府而言一國是很重要的 實際上一國兩制實際上是沒有衝突的 完全是沒有衝突的東西來的 港人治港有高度自治權 你管香港的東西 香港人管香港的東西 還有國內的人管國內的東西 和那個一國他是注意一國的主權最重要的 那樣東西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如果你是做一個好的橋樑 有效的橋樑 應該這些完全沒有問題 香港人可以放心繼續下去一國兩制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東西 我就想以我法律的底細 那個基礎 實際上是解釋香港人聽 你在道理上 在法律上 這些是完全不會衝突的兩項東西 和中央一樣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定了一國兩制 香港人的事務實際上是對大陸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可以理解 最重要是理解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不要影響到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不要影響香港人的自由 實際上兩項東西是可以相顧而行 照樣可以鞏固到香港的繁榮穩定 這樣是我想做的事 明白 但是近期所發生的事 其實令香港人很擔心一國兩制的轉變 他們覺得其實甚至可能說這個制度已經開始瓦解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令到他們有這種擔心呢 譬如 因為很多東西是一種懷疑來的 有一個懷疑來引起 譬如釋法 香港人認為為什麼那件案件上了法庭 未審 才釋了法 於是釋法的解釋就會約束香港的法庭判決案 最少有關法律的方面已經解釋了 所以香港的法庭不需要解釋 要跟著那個解釋做 有那個約束 但是這個是一個懷疑來的 這個實情的判詞出來了 法官說他沒有受那個釋法影響的 他完全是按香港的法律本案 那個結果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釋法的東西 是招致香港人的疑慮 懷疑 是疑慮來的 是擔心 疑慮 有些是關心 有些是擔心 但是在憲制上 根據108條基本法 人大常委會是有權解釋香港基本法的條文的 這是他憲制的權力 他是有權這樣做的 但是當然香港人會是擔心的 所以我都說有權就不要使得盡 有權不要用那麼多次 你可以做 但是不要經常做 不要做得那麼厲害 所以有權不要用盡 你剛才說法院的判決 其實他就說沒有受到人大釋法的影響 你自己個人覺得這個判決有沒有受到釋法的影響 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深信法官的獨立 如果他講出來的理由不是依據釋法的解釋來做的 那政策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人大在法庭沒有判決之前 他已經做了釋法了 你覺得這種行為算不算是干預司法呢 就是給人一個觀感不好 以為他干預 懷疑他干預 這個懷疑 你現在看到判了出來 法官都說 他沒有這樣說法而已 實際上他說我沒有被釋法影響 我這個判決沒有被釋法影響 所以不須懷疑 實際上是不須懷疑 沒有這樣的事 實際上已經是適宜了 應該香港的人應該不再懷疑 法官就說沒有受影響 但是人大做這個行為 其實是否有意圖想去干預這件事 意圖的事很難說 意圖的事很難說 但是你是懷疑 香港人是懷疑 可能國際社會都懷疑 他是想干擾香港的司法獨立 或者司法局判斷 實際上法官判了出來都說沒有 實際上是沒有的 現在人大就就基本法第104條進行了釋法 當中包括所有公職人員 以至是法官都是在內的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有一天 當法官的判決不符合中央議員的時候 他有機會被DQ 當然不會 104條就說 各式人等香港的官員 包括法官在內 包括立法會議員行政局議員等等 特區的特首 宣誓的時候要作出一個誓言 而宣誓的方式是怎樣的呢 他就算釋法那裏說要真誠 莊重 那個誓詞要準確 要完整 他是講了這四件事出來的 好了 法官宣誓的時候要依照這四個規則去做 如果他是真誠 莊重 完整 準確 讀出的誓詞 已經過了關了 即是沒有辦法了 是有效了 宣誓有效了 他就可以當法官了 他就可以當行政局議員 立法會議員了 那麼 國法官期後判案 怎會因為這件事 他判了一個案 或者對中央政府的利益有些不利 他就會說他要撤職不關這裏事 宣誓他照樣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這裏是 即是跟那件事是沒有關聯的 實政策 可以說是沒有關聯的 我們剛剛講到釋法 其實這件事很多人都說 影響了外界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你有一個這麼強大的法律背景 你覺得這件事有沒有影響到司法制度 我覺得是影響了以前 97年之前那個司法制度 因為97年以前 香港一向都是這個普通法的制度 不成文法的制度 是跟著普通法一直沿下來 是講成案法的 普通法是判了一些案 跟以前的案是這麼做 跟以前的法官所講的法律是這麼做 現在97年之後 有了基本法之後 在這個普通法制之間之上 加了人大釋法的權力 所以人大可以解釋基本法裏面的條文 對 resurrection 如果這個法官判案 如果有其他法官判案 如果那些法官是有的 你可以解釋基本法的權力 很強一把 香港法官判案 如果這個法官判案 如果這個法官判案 是有關基本法的條文 那些法官是有的 那些法官判案 我們備受權 有權解釋 法庭解釋了 然後做到終審法院解釋了 如果人大可以說 這個不是我們立法原意 我們的解釋不同 這樣就會推翻了那個判決 只是那件事 如果案件是不關基本法裏面的條文 普通其他刑事民事案件 沒有關基本法的條文 無論是終審法院的判決是終極 不需要基於可能有人大釋法來受影響 應該多數是沒有關係 不會影響我們的法制和法治精神 除了有關基本法的解釋 因為最終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那裏 有可能會 但是你看到只有五次 不是那麼多東西 是有關基本法裏面的東西 明白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聽或學的 就是說香港是有三決分立的 譚偉珠和范徐麗泰就說香港是沒有的 你就說有一個 separation of powers 司法是最大 你可見的將來 你認為會不會有行政凌駕 司法的情況發生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雖然我說是司法最大 我需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三個你可以說是政治的架構 有三個行政 立法 司法 為什麼我說司法最大呢 因為司法其他那兩個權力中心 不可以影響司法的 司法那個如果法官判了案 你可以上訴 有一個上訴機制 它是內部處理的 就是司法當局內部處理 不是行政當局處理 也不是立法當局處理 它唯一可以控制到司法的 就是可以或者叫做不是控制 叫做可以制裁到它 就是叫做大家互相制衡 制衡到司法的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件案件 去到終審法院判了出來 市民大多數不喜歡 這個這樣判不對 那個法律不應該是法律 他們一定是跟那個法律去做 但是說他們依靠那個法律 不應該是法律 可以從立法會方面 你再立個法 說那個法律不成立了 現在新的法律就是這樣 就會影響以後 就不需要遵從這個終審法院的判案 是這樣的意思 這樣就有一個制衡了 這樣也有一個制衡 但是就不影響它判了那個案件的 因為立法是包括現在和將來 不包括以前 除非你再說明 以前的案件都要取消 不是這樣 最多只會是互相制衡 就不可能有凌駕這件事的情況 明白 你同不同意 就說特首有一個超然的地位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的 第二 二十五條 人人在香港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但是梁振英是這樣說的 他不是律師 你覺得他這個說法是對的 是 是不成立的 是不成立的 明白 好 那我再問一些東西 就是說你其實很重申 你說中立是你的優勢 那代不代表你背後沒有任何政黨支持你 正好代表我沒有政治的包袱 沒有任何政黨的連繫 但是我去見了很多政黨很多團體 沒有人說不支持你 沒有人在我面前告訴我我不支持你 沒有 但是很多時候某程度上就說 施政需要政黨的支持 才可以令一些政策實行到 那你的中立會不會成為你將來施政的阻礙 或者困難 我覺得實際上最有利就是那樣東西 因為我沒有親疏有別 因為沒有親也沒有疏的 所有的東西是異語之地 是用道理來說的 最重要是道理 跟各個政黨的好 我實際上各個政黨我都認識 但是就不是很熟的 不是很熟的 我做了選舉十幾年 我相信那些政黨對我有相當的信任 每個政黨都對我有相當的信任 不論你建制派非建設派一樣 這樣來講 信任很重要 當你去遊說他們 有些政策要推動 有些政黨同意 有些政黨不同意 你再去遊說那些不同的政黨 他如果是信你的 是有得救 信者是得救 是有得救 你可以推行到 明白 你說中央對你選舉沒有回應 田北俊就說香港人選的特首要有中央的祝福 和認同 不然就會沒有運行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呢 這個說法有他的對那一面 沒有中央的祝福是可能不會成功的 這個是我都接納這樣的說法 但是中央是祝福什麼呢 我覺得中央我深信中央是會祝福香港繁穩定 我是向著這個方向 是為香港繁穩定去努力的 如果這樣 中央是祝福香港的繁穩穩定 你說他會不會不祝福我呢 那你近期有沒有嘗試過和北京溝通 就是就這個問題 沒有 亦都沒有這個打算 沒有 現在還沒有 暫時還沒有 近日你說蔡宜已經率先和曾玉成拜票 意味著他很有機會成為你的對手 你怎麼看這個對手呢 我現在都很難說 我不知道二次候選人就多了 但出來出聲的一個都沒有 我又不知道他們等什麼 祝福都不可以就這樣等到的 但是他是非常熱門的一個人選 你對他有什麼意見都沒有 我不知道 我要看他出來說什麼才行 什麼叫做政綱 什麼他是以什麼為著重的 還有他有什麼會說出來 有什麼不敢說的 都是很大分別的 明白 那我們把焦點放回你身上 跟進一下你的選舉工程 現在準備到什麼階段 有了一個初步政綱嗎 初步政綱是有的 一向都有有福稿 現在是在見各個派別 政團團體的人 就是問他們的意見 今天早上也有看到社聯 很多人都見過 但現在繼續繼續去見 其實因為要很多人 如果你計算一條數 我那天才計算一條數 如果見千二個選委 選到出來 十月十一號 選到出來的選委 千二個 如果你一天見到多少人呢 你見不見到三十人 六十人 那你除開千二位 如果六 六 二 十二就要見二十日 如果你是見到六十人的話 但一天可能見不到六十人 不是個個齊齊齊齊齊 挺你來見一班人 那可能你一天見兩三個都不挺 有多有少 那是會有很多工作的 明白 近期政府就對樓市加勒 令到香港人更加難買樓了 如果你真是當選 你有甚麼政策可以解決這個方法 實際上它不是對香港人 買樓會加辣阻 因為它說 如果你是首置的 就不會需要給三辣椒的 我也是對香港人的房屋 我知道是一個急切 和一個很恩切的問題 有一個想法 如果是想自治物業的人 我們除了公屋有大約三十百分之人 住公屋之外 還有一些想自業的人 有些呢 當然如果他有錢的 他會買私樓 但他多數他可能不是首置 他就會貴了 受過三辣椒影響 但另一方面有些首置的人 就應該如果不是有這麼豐厚的資金 就可以政府推一些地出來 給別人投標 投標是建一些首置物業 香港人的首置物業的樓宇 因為你說明是首置香港人的物業 不是說港人港地的那些 那些不是首置來的 所以它可以推到很貴的 明白 那些就是應不到香港人 那個政策是錯的 那個政策只是錯的 就是要香港人首置物業 買了之後 第一 因為你買的時候 因為那個market是限制了 是這些人你才能賣給他 明白 於是那些發展商去投地的時候 那個價錢是低了 因為它出來的那個product 那個結果 那些屋宇 是有一個限制的 就是指著賣首置的香港人 好了 賣了給首置的香港人 譬如你 你可以賣 因為它便宜了一些 好了 你買了之後 你最少按它落葉 你知道你的頭枕有片芽 不會拿去的 你喜歡怎麼裝修就怎麼裝修 好了 譬如你二十年之後 和你的better half 我現在賺夠錢 我現在出去賣外面的樓 那你就賣外面的樓 你那間樓 就只可以賣回又是給首置的人 那麼那個 起價的額就不會這麼大 因為這間屋不是我們來賺錢的 你想去賺錢 你去外面炒房 你要跟外面那個市場去競爭 這裡面是給香港人想置業 而安居樂業的人 是首次給他們的 所以政府可以推出這樣的地 來給發展商 為什麼這裡不要政府自己蓋呢 它又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如果發展商那些 是說市場的力量的 是說市場的力量的 它可能到那個時候 剛剛那些樓起價 它賣得貴一點 就算首置也賣得貴一點 如果那些樓跌價 它首置便宜一點 但又不是差那麼大 變成是給市場自己的經濟自己調整 只可以給首次接的香港人買 第二次接的就不行 沒有外來的人炒 外來的人都不可以 第二次又不行 買第二間又不行 但你講到這個扣子 其實是沒有什麼錢賺的 對那些發展商來講 有沒有一個吸引力在這裡 都有的 照它的成本是低造的 政府也是補貼了它的成本 因為賣的地不像一塊私地這樣賣 可以拿到這麼多錢 這麼多的土地價格 我們講講另一個議題 就是很多人認為 現在那個單程證的審批額太多 認為那些新移民來到香港是搶資源 如果你做了特首 你會不會為香港人向中央爭取 拿回那個審批權 這個是可以 也應該和中央討論的事情 現在是一百五十人 可能沒有用盡 但也不是每個拿了一百五十人的配額 下來的人 都是下來香港拿中央的 不是 又不可以這麼想 不是說他一定來拿公屋的 是有 相當可能有一幫人是會這樣做 但是這個是香港入口人才的問題 有些現在有別的計劃是入口人才的 但是這個應該是會和中央商討 希望給多些權 或者給一半的權 給香港的政府權 你覺得其實現在每日一百五十人 這個配額多不多呢 是不是造成了大家香港本地人 對他們反感的原因呢 拿香港的福利就不多 是不是 如果它是增長香港的勞工就不多 如果它是拿福利的就多 因為建極屋 如果你建2萬多人 15乘3 5萬多人一年 如果住屋是除3 3個人一個家庭 變成2萬多間屋 你為了它也要新建2萬多間公屋 所以但是對香港的福利 是很大的drainage drain了它 明白 好了 剛剛講到新移民的問題 其實這一代的年輕人 對中國其實普遍是有點反感 甚至不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如果你做了特首 有些甚麼方法 緩和或者解決現在這樣的情況呢 第一個是教育問題 中國歷史都要讀的 你知道華人的情況 為什麼你說你是華人 在外國很多有些同仁街 因為他們都是想保存華人的傳統 還有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就可以上去國內旅行 可以明白到國內的情況多一點 我就覺得 你做一個本地的人 看見外來的遊客 在香港的態度 你可能有一種感受 但是當你去到別的地方 去做遊客的時候 你有一種感受也不同的 也不同的 譬如你去泰國 你是遊客 你不是看泰國人的態度是甚麼 你覺得那地方很麻煩 實際上它的進展是怎樣 即是內地 年輕人可以多一些去 多一些感受 可以知道是怎樣 現在社會變成怎樣 經濟發展成怎樣 國家發展成怎樣 你是否覺得做華人是不妥呢 那就應該會多些啟發 但你說這是解決身份認同的問題 但它對中國人那種反感 很多時都是由日常生活 或者新聞上得回來的觀感 怎樣解決這件事呢 都是教育 教育 還有給多些機會去接觸 但是你是指給多些機會 我們本地的年輕人去接觸大陸 去接觸大陸 或者去接觸大陸 開放一些 就是給他們上去旅遊 或者去學習 如果譬如你去北京 或者去旗艦讀兩年 或者三年書 可能你對那個觀感不同 這是希望可以改進到的東西 因為那個觀感 實際上是比較難些改變的 但是還是要改變 譬如我那時候去英國讀書 我是外形的身份去那裏住 那是不是我看到他一樣東西 我都喜歡 未必的 但是你久一點你就會明白 他的角度是這樣 可能個人會比較開放一些 是包容一些 因為不是你一樣的人 你都包容他 不說跟你一樣的人 你剛才說要年輕人多些回國內看看 即是明白多些 或者擴負一下眼界 現界梁振英政府是積極推動一帶一路 就說我們本地的年輕人 應該向內地發展 你個人覺得 其實他們應該放眼國內 還是放眼國外 一帶一路 都不只是在國內發展 那一帶那裏很多 即是中東那些 中東那些 一路沿海的國家都是 東南亞的國家一路到沿海都是 看一看你那個人的制裕 那個機會 如果你在國內 國外都好 都是有你自己的制裕 你應該去學習 應該去多些遊歷 多些體驗 那你眼界廣闊了 哪裏都可以做事 哪裏都可以工作 你眼界廣闊 對你的工作 對你的工作 愈有優勢 如果要你講一件 梁振英令到你最不滿的事情 會是甚麼呢 缺乏誠信 缺乏誠信 誠信 使人懷疑 質疑他的誠信 有沒有僭建 我現在還是懷疑 現在最近的 就是橫州問題 有些文件沒有了 我就不知道 真是本身沒有的 還是不見了 我都是很懷疑 其實人的誠信問題已經很重要 跟何方是一個香港的特首 如果他連任 怎麽算 就是一個這樣有誠信問題的人 我覺得他連任很悲哀 香港很悲哀 很悲哀 是可能招致到 不可收拾的國民 最後你作為一個特首參選人 你有甚麼想跟香港人說 我想跟香港人說 我是愛香港的 我會為香港的繁榮穩定 盡力 不要失望 不要失覺信心 我會為香港是服務的 是盡力去服務的 希望香港是保持一國兩制 保持繁榮穩定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會本今天來到和我們做這個採訪 多謝你